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Ben 我的公司叫MyFit 我是成立于2009年 我的业务主要是以一种健康鞋为主 在年轻的时候 我的脚的关节问题也是蛮严重 在一个机缘脚合之下 朋友就送了我一个特别的鞋垫 在尝试一段过程之后 开始我的疼痛慢慢的减少 从那时开始我对竹部就开始去熟悉 自从那一次以后已经20年 所以我的气概疼痛问题 已经完全没有靠任何药物 甚至乎没有疼痛 就是我用了我自己的原理 制造的鞋垫鞋子帮助我自己 所以我才会10年前开始经营这个 关于竹部健康的行业 当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面对的就是一些挑战 一些顾客的不信任 甚至乎怀疑 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 一般的健康鞋都不是那么普及化 那当时的我是因为我 我自己本身对这个产品 逐步的一些产品的信心 所以因此我就是以一种灌输 教育的知识去灌输每一个人 在过程中是非常也不容易 就是需要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去做这个工作 那我们都是以一种比较大众消费群 能够符合得起的价格去让每一个人受惠 那今天来说呢 麦比全铺 就是所有的门市店来说呢 我们主要的功能呢 是叫纠正 就是把一个人走路的姿态 纠正回 让他走回正确的路 我们的初衷呢 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受惠 不管是你是富人 还是你是穷人 那么在制造产品过程中呢 偶尔我们会面对到的是 技术上的一个问题 跟材料上的一个问题 跟模具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我最大的挑战 就是不停的要去更改 要去报销啊 还是怎么样的去完成一个产品 那么还有最大的挑战来讲呢 就是会面对很多的顾客的要求 这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能够一致性的达到每个人满意 但是我尽可能的把一个人的问题解决 跟让他减轻他的问题 最大的惊喜就是说呢 我做了好几十年不同的生意 唯有这个生意呢 是可以得到顾客就是过年的时候 可以包红包送些东西给我的同事们 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因为他真的是帮到了某一个人解决的问题 一个人呢 其实一生呢 我们只是三万天 到一万天里面呢 三十岁左右 你都是不停地尝试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东西 但是在过程里面你会面对很多的失败 这些都不重要 也不是错 在这一万天你得到的是一个磨炼 想创业的人呢 你必须要怎么样呢 去想到自己兴趣 认为你会有兴趣去做的某样东西 规划好每一个脚步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 跟着呢就必须要坚持咯 坚持再坚持 那简单的事情呢 做好就不简单 平凡的事情呢 做好也不平凡 所以所有的成功呢 并不是偶然的 必须要用心细心 去对一个行业 任何事情都好呢 都必须一步一脚印地 慢慢让它成长 希望观看 你愿意找到 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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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要保险 要保险